我真的求了很久 然後有這個奇蹟的生命 我要好好珍惜眼前這段時光 陪伴它成長 我覺得我也是經過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就超過十幾次的這種嘗試 所以不要放棄 然後有信念 還有照顧好自己身體很重要 妳眼眶紅了 怎麼了 為什麼 哪個階段特別苦是不是 一個 妳幹嘛 還好嗎 妳還會再想來第二胎嗎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辦到 我覺得身體會告訴妳 然後 我覺得我應該盡了所有 所有該做的努力 然後獲得了奇蹟的生命 好 可以嗎 好 如果不建議的話 我們來幾張嘟嘴巴的好不好 不要怕 我們幾歲都可以嘟嘴巴 對不對 各位 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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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什麼姿勢都OK的 對吧 我們年輕的心最重要 各種表情 非常會爬爬到很快很快 很喜歡站 而且我有發現他好像前幾天 有自己可以站立幾秒鐘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每天都在變化 出生的時候像爸爸 然後慢慢接近有一點點開始像我 應該我覺得眼睛比較像我圓圓的 然後髮量像爸爸 皮膚像我比較白 比較白 沒有特別像誰 沒有沒有 因為就是綜合的 OK OK 妳是不是覺得很害羞 從來沒有在台上聊這麼多家務事 對對對 好像一次說出來 而且我覺得之後大家好像會去拚那個長相 因為智琳在日本是沒有情報的 所以他們兩個人就是神隊友 這一點你們怎麼分工 能夠 對 就是誰照顧誰 然後誰又被照顧 然後誰又可以多照顧一點 都是互相照顧 其實沒有誰在這件事情是一定的擔當 我自己也很感謝老公一路走來 給我很多的支持 我常常提醒自己說 其實現在的這個階段 會是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寶貴的回憶 大家一定都會覺得 其實帶孩子確實有他辛苦的存在 可是當你回想 小朋友他不會記得 三歲前媽媽做了什麼 他不會記得這段時光 可是這段回憶是給我們自己的 每次只要這樣我告訴自己的時候 我就會 一定會很感念說 我真的求了很久 然後有這個奇蹟的生命 我要好好珍惜眼前這段時光 陪伴他成長 這樣你所有的辛苦其實 你就會轉換成比較快樂的 你還會在你小孩第二頭嗎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辦到 我覺得身體會告訴你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盡了所有 所有該做的努力 然後獲得奇蹟的生命 什麼問題都可以問吧 好 請說 那先回答一下嘟嘴的問題 就是 有一些人說 你怎麼這個年紀還在嘟嘴 真的 原來是這樣 那你剛才叫我嘟嘴 不是 我們就是要證明 我們幾歲都可以嘟嘴 有什麼關係 我還想說現在是有流行 我看我這樣又要被投訴了 新近年輕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 也許很多單身未婚的 你可能很茫然 那也許有些到現在還是高齡 或是一直想要嘗試 然後還沒有辦法做到的 我覺得我也是經過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就超過十幾次的這種嘗試 所以不要放棄 然後有信念 還有照顧好自己身體很重要 你眼眶紅了 怎麼了為什麼 哪個階段特別苦是不是 你現在剛好像掉到雪光隧道 好像想到 身為一個所謂的高齡產婦的一個 你幹嘛 還好嗎 你是想到什麼 你是想到什麼 嗯 感謝 拿針吃藥還是什麼 都會有 我相信 也有很多媽媽可能現在面臨 而且現在社會好像 這個是一個 會普遍存在的問題 我希望我到 也許再過幾年 甚至十年 如果有一天見到你們的時候 還是能夠給你們這樣的感受 我覺得外表的平衡 我一定會老去 一定不會像以前那樣子 對 可是我希望你們感受到 也許是新近的青春開朗或是溫暖 我希望這個永遠可以持續 我覺得這樣子所傳遞出來的能量 這種比美麗更重要 嗯 其實我在好像剛剛好的時間結婚 剛剛好的時間有了孩子 我感謝老天爺曾經給我的每一個機會挑戰和舞台 我自己沒有對工作上有更大的野心或是規劃了 那我這次也是真的鼓起勇氣說 這次回來和大家見面 包括參與這幾次的活動 我覺得未來我會把忠心一樣是放在陪伴小孩子成長 我喜歡這一次的活動 你也不如實在那邊